阳光沙山加上原始的自然风光 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 充满大自然的魅力 1986年从联合国托管状况独立 正式成为国家 人口只有10.5万 没有正式军队 国防由美国负责 跟美国关系非常紧密 它的整个国防外交 是交给美国人在处理的 过去是美国的属地 所以事实上它在这个 我觉得在美中之间的禁足上 它有一些先天的一种亲美 它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个 这个支持之下 交通通讯甚至国防 都有美国协助 密克罗尼西亚是美国三个 自由联系国之一 其中帛琉与马绍尔群岛 都是台湾的邦交国 只有密克罗尼西亚与中国建交 因此传出密国计划 转向与台湾建交 背后有美中两强角力的影子 另外从地缘政治考量 密克罗尼西亚位在美国太平洋重要基地 夏威夷与关岛之间 也是太平洋第二岛链的一部分 战略位置很敏感 但是它的战略地位 它是在等于所有的第二岛链 这个跟第三岛链之间 很重要的一个群岛国家 六百四十的岛 为什么会这个事情 有主摊人 就是说已经还剩下两个月任期的总统 在卸任之前 把他公租于市 这个我觉得有一点感觉 我觉得并不是很正面的 等于说这种事情 是一种建光石的事情 很多人都把它想到 认为是中国大陆跟 这个美国相互 在这个南太平洋去 禁足较进 是兵家避争之地 我认为是高估了 这个就是密克罗尼西亚 但是他将我们现在 再跟他去谈的 这些金额跟条件 就是公布出来 我觉得其实是对我们而言 相当难堪 专家学者分析 台密建交消息提前曝光 原因恐怕不单纯 除了台院上的两岸外交战之外 背后恐怕也牵扯到 美中之间的国际战略角力 华语新闻综合报道